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读到如临外史 犯进重举之后啊 一下子欢喜疯了 那怎么去解这个疯病呢 作者所写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必须要找到犯进害怕的一个人 给他一巴掌 然后说骗他的 把他给打醒 对不对 这当然是一个讽刺啊 那在小说当中找的人是谁呢 就是犯进那个特别害怕的老丈人 糊涂糊 而糊涂糊呢 这个时候却非常的害怕 因为犯进已经不同往日了 已经是个老爷了 所以糊涂糊只能小心翼翼的 壮着胆子要去打这个犯进 来到集上 只见犯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 散着头发满脸污泥 鞋都跑掉了一只 已经成了个疯子了 还在那拍巴掌 嘴里还在说中了中了中了 结果糊涂糊凶神似的走到跟前 平时就是这样的对吧 然后说该死的畜生 你中了什么 一个巴掌打过去 结果旁边人都看着这个模样 就忍不住笑 你就知道糊涂糊实际上是怎么样 实际上是非常害怕的 结果糊涂糊虽然大了胆子 给了一下 但是因为心里面还是害怕的 所以这个手就开始抖 抖着手打了一巴掌 也不敢打第二下 但是糊涂糊毕竟是个杀猪的 平时跟猪打交道 现在对付瘦小的犯进 那绝对是降维打击 对吧 结果饭进被这一个嘴巴给打晕了 昏倒在地上 大家一起上前 替他摸胸口垂背心 捂了半日 你要注意原文当中写的四个字 叫捂了半日 捂就是跳舞的舞 这个字写的非常的有意思 什么叫捂了半日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就是这帮人去拼命的表现自己 对不对 拼命的在犯进面前表现自己 说我要这个对你好一点 要救过来 结果渐渐的喘息过来了 缓过气来了 眼睛明亮不疯了 说这个一看 哎呦真好了 众人就把他扶起来啊 借了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 跳驼子的板凳上坐着 在一个庙门口的外科郎中的板凳上坐着 糊涂乎呢站在旁边 这个时候很尴尬了 他不知不觉的发现自己的手竟然有点疼 你知道有时候其实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大的 很强大的 这个糊涂乎有这个心病了 一看自己的巴掌痒着弯不过来了 就是吓的对吧 然后这个肌肉颤抖 然后一个巴掌把自己的手打得抽筋了 心里边就懊恼说 哎呀你看你看 果然天上的闻取星不能打 现在菩萨计较起来了 越想手越疼 最后就找这个郎中啊 要了个膏药贴上了 范靖这下子醒过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就问大家说 哎我怎么在这呢 然后又说 我这半天昏昏沉沉跟梦里一样啊 众邻居就到 老爷 恭喜高中了 说恭喜你 现在而且叫什么 叫老爷 说刚才欢喜的有些瘾的动了谈了 刚才吐出这口谈来好了 赶紧回家打发暴露人吧 你看这帮人有没有在范靖面前讲 你刚才是被一个嘴巴抽兴了 没有 因为不敢得罪糊涂糊了 对不对 范靖说 是的 我也记得中的是第七名 范靖一面自己收拾自己 倒尺 一面问这个郎中 借了一盆水洗洗脸 有一个邻居 早早的把一只鞋找了过来 替他穿上 你看邻居现在的这个姿态 已经有多低了 范靖在半路上跑丢了一只鞋 有个邻居给他找鞋去了 而且找过来之后 替他把鞋穿上了 你就知道范靖中了举之后 这帮拍马屁的人 结果范靖一看 又老丈人在跟前 特别害怕他 怕他又要来骂自己 因为老丈人每次出现 都是这个表情 对吧 都是很凶恶的 结果糊涂糊上前道 贤婿老爷 这个句子特别有意思 贤婿就是我的好女婿 老爷 对吧 又是对他的高高的 在上的这个身份的称呼 贤婿老爷 这个时候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 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 对吧 方才不是我大胆的 是你老太太的主意 这是你妈来求我的 让我来劝你呢 所以糊涂现在特别害怕 范靖生自己的气 找自己的麻烦 结果旁边的邻居呢 就有一个人 赶紧过来劝了 怎么劝呢 他说 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 打的是真亲切啊 就是你看这个已经是一个 完全是在中间 掺过事 对吧 搅浑水 坐牢好人说 哎呦 您这嘴巴打的是真亲呢 抽嘴巴都能抽得亲 少亲啊 说过一会儿啊 范老爷洗脸 恐怕得洗下半盆猪油来 你看你对他多好 是吧 给他一嘴巴 这嘴巴打得很亲切 一会儿还能打出半盆猪油来 另外一个人说 老爹 你这个手明天可杀不了猪了 你现在不这样了吗 对吧 这巴掌都已经抽筋了 变形了 糊涂怎么说呢 糊涂不说 我哪里还杀猪 有了我这位贤婿 还怕后事靠不着也怎的 说我这下半辈子都幸福了 对吧 人生就幸福了 然后后边这段话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注意这段话 一定要跟他前面讲过的话对着读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刚开始讲犯禁中举的时候 讲到这个糊涂户是怎么说犯禁的 我跟大家往后找一找啊 他说最开始呢 糊涂户讲 我自捣运 就是我真倒霉 把个女儿嫁给你这个现世宝穷鬼 历年以来不知连累了我多少 如今不知道我积了什么德 带着你中了个象狗 也就是说他一直是瞧不上犯禁的 他觉得自己特倒霉 觉得自己闺女跟着犯禁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吃了老亏了 结果现在犯禁考上举人了 糊涂户怎么说呢 糊涂户说 我每常说 我平时就老讲 我的这个贤婿 财学又高 品貌又好 我这是又帅又有才华 就算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没有一个由我女婿长得这么体面 你记得前面是怎么讲的吗 饭禁找他去借钱要考试 他怎么说 他说你也不撒泡尿罩 你尖嘴猴腮 你看人城里边 哪个老爷不是方面大耳 对吧 你这瘦得跟猴似的 还想要去考试 想什么天鹅屁吃 现在变成城里边 所有的老爷 没有一个由我女婿长得这么体面 说你们不知道啊 我不怕得罪你们 我小老儿子双眼睛 那是认得人的 我看人是特别准 想着先些年呢 我这小女儿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 有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家 要跟我叛亲戚 要结婚 我就不答应 我就总觉得 我这个女儿将来会嫁给一个老爷 今天一看 果然不错 所以你知道 饭禁为什么能够娶到糊涂糊的女儿 糊涂糊的女儿 嫁给饭禁的时候 已经三十多了 是个老姑娘嫁不出去的 三十多在咱们今天都算是大龄胜女了 在那个时候 那绝对的是超龄胜女了 这是古代的女子 是十五岁就可以出嫁的 她三十多了没嫁出去 所以是逼不得已选了饭禁这么个人 对吧 但是到了糊涂糊嘴里变成什么 变成我刻意在家里 留到三十多岁不舍的嫁 我这闺女是个宝贝 人家多少人过来想要 我不给 我就觉得将来得嫁个老爷 你看我看了多准 说完之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也开始跟着笑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饭禁得罪不起 糊涂糊也得罪不起了 那人就变成举人老爷的老丈人了 于是呢 大家就看着饭禁洗了脸 郎中又拿着茶过来吃了 大家就一起往回走 你看这个郎中也来拍马屁 饭禁在前面走 糊涂糊跟邻居在后面跟着 接着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糊涂糊发现 女婿的衣裳的后巾 就是后边这个部分 滚皱了许多 因为在地上打滚嘛 滚得皱了 一路就低着头 替他扯了几十回 这个糊涂糊一方面是拍马屁 还有一方面是什么 好面子 对不对 觉得这是个体面人 衣服上怎么能有纸呢 在这不停的给他扯 回家一看 糊涂糊高叫道 老爷回府了 糊涂糊在后边 成了这个暴露的 对吧 老爷回府了 老太太迎着出来 一看 哎呦 儿子不疯了 细从天降 所以你知道这老太太 此时还不懂 中了举人是个什么意思 他只是觉得 儿子好了 这就是最大的欢喜 众人就问 说那暴露的呢 回答说 已经把糊涂糊送来的几千钱 打发走了 不是带了四五千钱吗 本来饭店家里边没有钱 最后怎么把人打发走 得给钱呢 于是把糊涂糊带来的四五千钱 分了 范静拜了母亲 也拜谢自己的老丈人 糊涂糊再三不安到 糊涂糊这个时候 不再像以前了 以前是怎么样 都是我的功劳 对不对 现在是被范静感谢了之后 觉得内心非常的不安呢 哎呀呀 不行不行 我这个还是没有实力 对吧 你看给你带这点钱 还不够你赏人的 还不够你给打发这个暴露的 范静又谢了邻居 刚要坐下 只见一个体面的管家 拿了一个大红的拳贴 飞跑着进来说 张老爷来拜心重的范老爷 张老爷是谁 看这个身份我们就知道 是个举人 而且在前面糊涂糊提过两次 第一次骂范静的时候 对吧 你看人家城里的张老爷 对不对 肥头大耳的 第二次是给自己脸上贴听说 我这早就觉得我这个女婿长得帅 这什么周老爷张老爷都没有我女婿长的体面 现在张老爷到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张老爷的表现 我们就要知道张老爷是一个老举人了 他早就考上举人 早就享受了举人的红利很多年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成了举人之后会这么厉害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张老爷身上看出一些问题来 所以接下来后边就讲 轿子已经到了门口 糊涂户连忙躲进了女儿的房里 不敢出来 邻居们各自都赶紧散开了 你就知道一个举人老爷出现的时候 把这些人吓成什么样子 通过这些 你就能够侧面体会出举人老爷在当地是多么有权势的人 把个糊涂户吓得躲在女儿的闺房里不敢出来 把邻居们吓得赶紧四散 那这个张老爷到底是什么样子 包括为什么要来找范进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读